過去這年多 你不斷拆到 拆了一間馬蟹 甚至乎現在是由一間科技股變成金融股 那你銀行股 假設這樣說 上一段時間 你金融股和銀行股的股值都不同 所以對阿里的那個炒作 就一定沒有當年那麼強 這個也是要理性一點去看這件事 但是怎樣也好 現在就是剛才過純粹自己一個的推測 或者一個預期 但是現在你看到其實都暫時澄清是沒有這回事 我想大家就無謂猜猜一下 因為其實真的沒得猜的 即是你突然間外殿 你過一間船說是這個又說不是 你怎樣追 所以會預了你暫時這些位置 阿里的價格是會比較波動一點點 因為剛好也一樣就是 過去最近阿里彈的幅度都不是很少 即是特別這幾天 以它那個升幅 是比其他新經濟的龍頭股還要多 低位5月多 其實很誇張 三成多四成多 對 由80元鬆一點點 其實彈到現在 昨天過過過116、117這些位置 所以真的升得比較急的 所以我覺得你說短線在這些位置 真的調整一下、匯調一下 沒有好費 我覺得有課的 看看你什麼位置拿 如果你真的很粗糙的就沒有辦法 甚至乎你狠的都是那句 即是蛋糕是這樣的 因為就算前景 就算數下 真的假設上得翻也好 螞蟻 或者是沒有監管也好 我當你 但是大家都知道 其實增加一定不是當年那麽快 整個壓力來計 所以股價一定不會去那些 三、四百元那些那麽高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蟹貨那些 有彈都是要減的 我想這個都不斷提一個做法 但是如果你說不是蟹下來的 是一向這段低位買了的 那更加好 那一定是考慮先吃一吃股 甚至乎你說再 如果那個價位仔細小小的 可能看著譬如今天 或者短線 調一百天線 一百零四這些位置 能否收到 因為我覺得又不是說 今天一跌等於馬上要丟 可能它守得住一百天線之後 再升都不出奇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比較準確地 就是一百天線 因為過去這差不多大半年 你都是壓著一百天線下來的 是近這幾天突然上來 所以現在變成一個支持 所以104左右 是一個很關鍵的短期支持位 我想站得住的 低位有的可以先拿著 但是如果跌穿的 可能考慮先吃一吃 或者先走一走 阿菲就說 9988就一百零九元 追了可能就是最近 就說現在怎樣做好呢 要不要先沽了它呢 查詢馬Timothy也想問 他說看到 如果是螞蟻估值大縮皮 9988會不會都已經炒完呢 當然 當然大縮皮就一定對比 早幾年那個是小很多的 可以說對阿里的幫助是有限的 但是你說炒完後 我覺得又沒有完全是 因為如果你的螞蟻 雖然說螞蟻縮了 但是也有一個價值的釋放 這裏都會對阿里 其實有些正面的刺激的 但是不是說炒那一刻 可能是慢慢會有些幫助 所以我想就算是城市也好 可能是偏向慢慢的上 就會有機會大一點 未必是說是一刻指什麼 所以你說這一刻 你說短線來說 當然股價 剛才也說過了 這一轉也有升的幅度比較急 所以現在也是 又困了這些螞蟻的消息 各樣東西就是調整了一些 但是暫時開出來這一刻 雖然開得過五分鐘左右 但是又不算太差 你看到慢慢的跌幅 其實在收窄一些 也反映大家的看法 不是非常悲觀 可能純粹是昨天 你說可能有些偷步炒了 這些消息的錢 可能今天退回一些 但是本身 其實從大方向來講 我想除了螞蟻 就是不要只focus 今天說螞蟻 我想螞蟻之外 其實過去這段時間 本身整個新經濟犯 都康復不少 其實都有說 就是監管 大家覺得是開始輕一點 雖然不會很明確告訴你 沒有 但是你從過去的會議 也幾次提到一些健康的發展 甚至乎早幾天 替了全日滴滴的因素 連遊戲板 我繼續批這些來計 你全部合起來講 明顯地對新經濟的看法 沒有之前那麼緊 或者這樣說 這個很明顯是鬆一點 所以鬆一點 其實上個星期也有說 就是炒一些估值收復 就是對這些條件 所以你說看法上是可以稍微叫樂觀一點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說有貨在手的 可以拿著線的 但是剛才有個觀眾 因為他近幾天 109這位才買 所以我想唯一一個要看的地方就是 其實它不算太高的 所以你拉長這條線 109不算太高 但是你當然對比過去七八十元是高了很多 所以我想最基本要看就是 它自己的貨量重不重 對比自己來計 如果你是只有 可能很少的 你對比自己的Portfolio 只有那一柱兩柱錢 都不是說太嚴重的 我覺得絕對可以拿著它 因為你也不是捱得多 加上現在也 也不是太影響大 但是如果你買到很重貨的 那我當然會建議你 如果真的再回心多一點 先減住一些 我覺得譬如剛才提到103、104 100天線這個位是關鍵 如果真的重貨 就是穿這些位的 就很正常地先減一下 我覺得幾萬元減到 你不會覺得太辛苦 那就可以拿得住 因為其實10多 真的不算太高位 因為我覺得如果 你說再看高一點 就是不要說去到幾百元那樣高 剛才也沒什麼可能的 但是如果你說炒回一個 可能是收貨或者合理值一點 其實大概就120至大概 它是矮近82至84 雖然那個範圍有點寬 但是這個位才是比較合理一點的價位 所以我覺得如果 你說100天線這位不穿 其實可以慢慢往回那些位置 所以你只是看看自己貨量重不重 這個是比較關鍵的程度高一點